6月25号至26号 广西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南宁市举办 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在内的 350所广西区内外高校参会 咨询会上 考生更关注就业前景以及未来的考研和留学等学业规划 院校则调研行业前景 考察本地所具备的资源 背靠这些大树增设新专业 应对考生需求打消疑虑 我们开设的专业基本上都会立足我们传媒大学的特色 然后口径的话也是尽量是比较宽的 就是同学们就业的领域都会比较广泛 那么我们新开设的专业像数字经济 跨境电商 其实也是跟媒体相关 而且是跟未来 就是现在经济发展形势是非常相关的 广西区内的院校则根据试纪工程评录运河 地区自然禀赋以及各个行业的最新布局规划 进行专业设置 使学生所学更贴近需求 那么针对交通领域发展需求的这个专业 比如说评录运河建设过程中需要的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港口与航运管理 港口雇流 水运管理等等 这样一些专业 我们都要进行针对性的培养 我们依托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也实现了这个订单培养 培养出来的学生 能够跟他未来所从事的岗位 实现零距离的这样一个对接 我们学校的专业很多是面向自然资源的一些学科的 比方说面向矿业 石油 化工 冶炼 这些专业是我们学校的强项 广西是一个有时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矿业大省 包括现在青州也建了很多的化工的企业 这些专业都非常适合于青州这些大的化工企业的需求 每年我们学校也有大量的毕业生到这些有时金属行业 到这些矿山 到这些企业 到这个基层一线去就业 咨询会上 来往的即将报考志愿考生络绎不绝 摩肩接种 寻找性仪的学校和专业 在他们眼里 除了个人爱好 也应该更多的从学术和就业前景 行业薪酬等考虑志愿的报考 就是主要是看现在这个就是就业吧 就是就业率各方面的 然后还有市场需求 然后还有薪酬 最好是能够就是读研究生 当然就还有一方面就是最好能够出国 就是通俗一点的时候镀金 就是因为国外如果能去到那种KOS事业排名 比较靠前的就是在国际上找那个工作都会比较简单 然后如果是在国内读研的话演示出来草工之后会比较简单 就主要还是从就业这方面考虑 我分数段我是在640左右 就是想报考的专业 像软件工程计算机这方面 是国防科技大学 主要是有一颗 就是有一个军旅梦嘛 我刚刚已经去咨询过了 他说我这个分数段专业的话就想报什么就报什么 我身体本来也不是很好 因为经常头痛 然后我妈妈就会带我去针灸 针灸它针一下感觉还挺有用的 而且我们不是老龄化比较严重吗 这种对医疗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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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